那我们的这个日期的阶层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当我们原子资料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给它是标准的日期格式 或者是他一看就知道这是日期 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 叫做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就是年下一个阶层是季 季下一个阶层是月 月下一个阶层是日 它就只有这样子 没了 可是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想要分析星期一销售多少 星期二销售多少 如果你想要分析这件事的话 甚至你想要分析一天24小时 在课量7点多少人 8点多少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写韩字的方式来教你了 可以吗?今天完全不交 是因为我到时候会告诉你 我有哪些的影片你要先回去预习一下 好那我们接下来日期阶层懂了 那请问你订单日期跟日期阶层的差别是什么? 订单日期就是这边所呈现的 这是一天 这也是一天 这也是一天 所以订单日期跟日期阶层知道差别了哦 好吗? 好吗?